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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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11月13日 传统翻译的是黑色星期五 港股也有部分 碰到上黑色星期五 跌一胶 原因是特朗普要制裁他们 很简单 特朗普这样的行动 应该是大家预料的 特朗普是一个坏的租客 他临到就算要租约期满之后 他都不肯走 他会怎样呢 买包水泥回来 倒到你的厕所 一定被人制造麻烦 这次他要制裁这31间公司 其中里面有些当然部分就是废顿的 第二部分之中 其实你最主要就是 他的实行日期是明年1月11日 在这日子里面 如果他还在位 当然他要执行 如果他不在位 因为1月4日 应该是新总统上场 那就会看一件事 拜登 你怎样做呢 你是不是取消这31间公司的制裁 还是你继续进行这个制裁 如果你从这个仓库来想 我是不排除特朗普可以在这几日里面 总之在1月之前 叶总统的命令 行政命令 高调地派美军去台湾协防 那这个是怎样呢 我看你拜登怎样收货 在中国来说 一定会忍一忍你 去到1月4日 你拜登收不收货 不收货 留意 这个是会有一个很大的 区域性的危机 因为特朗普是一个特务普的人 他为了他自己 为了他背后等等一样东西 他可以做出一些 不是超乎常理 是超乎人性的东西 那没什么问题的 对于他来说的事情之中 American first 而American first 在面称之中 我这个白的American 就更加是first 我的first 即是你的last 就是这么多 所以在这点是需要留意的 至于特朗普可不可以成功翻盘呢 在这点里面 我的看法就是 一 真的没什么人肯将他 继续留在这里做总统 因为他对他人不友善 对其他邻国不友善 对盟友不友善 只是对自己友善 这些绝对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我就说他叫无人性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你一定是会没有盟友 所以在理论上来说 今时特朗普或者英国拜登 还未可以真真正正 官方地成为总统 因为要经历很多的程序 这点大家可以看我今天 《经济报》片文就知道了 不过很多国家的元首 除了中国和俄罗斯 都立刻应该恭贺拜登 其实为什么呢 他们不一定很喜欢拜登 不过很恨特朗普 所以就希望 帮美国的传媒 造成了既定力量 就是要推走特朗普 你要向欧盟 很多汽車精髓等一样东西 欧盟喜不喜欢你 你叫欧盟做你的盟友 还是做你的敌人 你就是赶他们去做敌人 或者不肯做你这么亲密的盟友 英国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点 大家真真正正 要看看 现在特朗普要被人趕下场 是因为人家恨他 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拜登 拜登对中国来说 也都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这个绝对是一个阴险小人 这个是我可以这么说的 大家要看看 如果当他做到了之后 你就看看 他的四年任期里面 他会有多阴险的动作 好了 看回市 当前一段时间升到这里之后 我就告诉大家 留意一件事 可以这样的 似乎现在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 这里是代替了保力加通道的中途 因此他上来之后 可以这样下来 下来之后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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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开始 会给你一个很淡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们会出现一个商顶 若然这个商顶的话 颈线是231 在这里 就上去 由这个231 当是230 上面都是260 还是270 于是这里就有4000点 4000点 这里一减减就是4000点 就应该是219 218 所以我之前曾经有说过 恒生指数是可以跌到231 或者不好样的话 是跌到213 为什么会是231和213 231就是颈线底部 颈线下来之后 下面量度的跌幅 当然就是 213 应该有4000点 是可以去到213 或者是228 当然 如何之处 看一看之后 起这点 很清楚了 三只乌亚 起 这个是阴阳觸徒上面 三只乌亚 三个下跌的市 就成为一个可能的趋势 今天 星期五 我相信大家知道 应该没有什么运行的了 然后再跟着 我只是恒指 再跟着 星期一回来 看看它怎样跌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东西 又是说疫情 又什么 那样东西 其实 都是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是什么呢 你经济有没有增长呢 公司的盈利 公司的盈利 是否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些是金跌 金跌 它也是升穿了 保利加通道 由中族 到上族 上面 之后 它就突破了 这个代表它有力上升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双顶 它现在凸穿了之后 上面可以看 目标价是多少 28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 是可以等它稍微回落之后吸纳 当然 我们就要等你指示位 23元 除了今天的低位 你上去之后 不回落 还要跌回今天的低位 那当然要走货 如果不是的话 很简单 这里和这里 上去25 这里22 这里3元 25再加3元 就是28 中国移动 周善图 中国移动 本来想是上去的 见到低位 因为中国移动一直都在升 43元 就是这位 就造成一个低位 当然 这个很长 这个是41元 之后 它跌下来之后 之欄就收回到这里 所以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43元 47元左右 我们现在要看 中移动是属于特朗普 他认为是要被制裁的一只 是 升穿了 接着如果跌下来 没问题的 你便下来 这个 但是卸6 这些位置 我觉得 首先我们为何看了三只电信股 包括我昨天介绍的中国电信 都可以有这个条件 可以再看好呢 第一 这三个电信股 那不是赚你美国佬的钱 你要给投资者来 你是美国投资者来 赚我们中国人的钱 你拿了盈利去 那你不来买的话 没问题的 它升少些 不代表要中国人打少了电话 中国人打电话 一样是这么多 无论你制裁与否 那你美国佬的资金不来买 留给我们中国佬资金慢慢买 就是了 你不会一下子买了它上去 如果你是这个 一千 中移动每年大赚一千亿左右 一千亿 加上你中国佬和美国佬资金 你就两元去分给你一千亿 如果你美国佬资金不来 我的盈利是没有少到的吗 我估价就算是低一点 那又怎样呢 那我就多分两年了 或者再不小心 中移动 等等一样东西 找一次 国家指令之下 没有了美国佬资金 我们是中国佬的 就得大家兄弟派的特别息 所以去到这里 这几只股票 这个电信股 被它打了下来 我是觉得 是可以去考虑买的 当然 长线一点 会去多少 我不要求多 回到$54 就是$54 就是$54 就是这个 中移动一路 这个是过一年 基本上的价格 这个是短线一点的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47 跌穿了$47 我就暂时只虧了 因为它有一个阶段 可以落到最低去$41 我之后再捞回它 小米 小米 起到现水平 应该考虑它是会整固的 因为这个下来之后 再跟着上去 现在这里 应该可以是一个双顶 记住 可以是一个双顶 那它会怎样做呢 如果这里不像彩的 这里是$20 这里是$25 双顶 下来就是$15 $15 等等 就是这些位置 起这一点 一定要留意 去到这里 它继续 会不会下跌 低于 这个是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保利加通道中族 就是$22.9 如果$23 就是这些附近位 所以你要留意着 它到时会下来就是这个位置 下来 是可以去到这个是$20 然后再下去多少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要先看看 接着一只是 若名生物 若名生物 又是摸到这个是通道顶 之后它继续是上去的 摸一次就下来 再摸一次就下来 之前摸了很多转 代表了它上升的动力 十分之好 不过大家也要考虑 这么好力 是不是永世都这么好力 不一定可以吃药 在这些会流心 可能在这些是慢慢有的阻力 因为已经试过很多次中族位 连续试的话 终归有一次是会下来的 所以这个是要考虑 在这个搬起之余 也都要留一手 留意着 如果真的跌穿了$222 或者跌穿了$233 你需要获利 另外一个就是美团 美团上来之后 美团上来之后 是变了有少少是落巴黎 再说一次 跟着这里是美团 美团现在来到这里 在这里 是升穿了保利液通道的上轴 跟着落巴黎下面 这个基本上是沉顶的格局 所有这些位置是需要留心的 如果它下跌了$279 的话 真正正想要走货 因为在这点来说 你看到它这样 上不了它的话 就会回落 这个是需要认真留意 我比较估计它是会向下调整的 另外就是京东 京东集团上线不是很久 不过在这点 也和美团的走势相约 这是一个见顶的走势 在日线图上 它更加波动得很大 现在跌了下来 反弹了这里 反弹了半岛 根本是可以再下去 因此 如果它真的再升上去 所以恭喜 如果再跌下来$332 的话 是需要考虑 是这个走货 整体来说 世界 应该下个星期 比我们看到一个明显一点的 理论上 如果按这个走势的话 是可能好像是这个走势 那会不会是大幅跌下来呢 暂时又未必会是 因为始终世界未曾那么凄惨 除非特朗普又在佛兰扎 他又特务普 另计这个 是这样的 。